大家好,歡迎收看《讀海浮沉》,我是司徒甲大 為什麼你拿著一本書?不是講音響嗎? 是不是去錯台?不是 因為這本書其實有關音響時的 這本書叫做《香港老美》 小心點讀一下老美 我一開始以為是否講一個美國人在香港住了很久的回憶錄呢? 不是,是講香港一些舊的美麗的東西 由這個王興雄先生住的 他裡面其實有很多圖和文字去描述一些香港一些舊的東西 而且是覺得很漂亮的,用一些圖片表達它很漂亮 但是這些東西都不關我事,或者關音響什麼事呢? 而且為什麼你是買《香港老美2》又不買《1》呢? 因為它的序章非常吸引我 序章就是第一章之前的那一章 序章有17頁,而這17頁就是我買這本書的原因 它這17頁是講香港Avon錄音室 香港瓦旺錄音室 而瓦旺錄音室就是香港最頂尖 世界第一流的錄音室 現在由張景軒先生等人擁有 裡面有很多Avon的圖片 和Avon的故事 也都有一些大家關心的東西 例如Studio裡面 它是用什麼喇叭的呢? 我們看到Studio A裡面 原來它有TED 有TAD的喇叭 有天龍的喇叭 又有Yamaha的 monitor 喇叭 每一對不同的 好像Yamaha那一對是用來模擬電台 或者電視機出來的聲音 它每一對喇叭的用處是不同的 你進入這本書那裡就可以看到 它不止有Studio A 有Studio B 到Studio B的時候 它就用這個ATC 而Studio B最主要是用來錄這個R&B Hip Hop和Rock and Roll 即是兩個Studio 它們用的喇叭不同 它們想錄音樂的方向 味道其實都是不同的 在這短短的十七頁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些故事 而當這個錄音室 傳到張敬軒先生手上的時候 他就發覺 原來錄音室裡面有很多舞帶 很多很珍貴的舞帶 現在就在做一些數碼化的工程 但是數碼化不是就這樣做 有幾個挺有趣的步驟 第一 如果那些舞帶 是唱的歌手已經離開了的話 他們開過舞帶之前 首先會在大門口上香 第二步就是你開過舞帶之前 其實要預熱 預熱到80度 還要10個小時 兩次這樣才開舞帶 才漂亮 這些他不說 我真的不知道 說一點Avon的起源 Avon這個錄音室 就是由中原電器創辦人趙氏 就和日本的Sony合作 而其實在這個錄音室合作之前 因為這間電器公司 又拿了Sony的收音機 電視機的代理權 而開始這個合作關係 而因為這個電視機 收音機 買到滿堂紅 整街整市非常之好生意 之後他們就合作這個唱片的業務 再去到1978年的時候 買了一幅地皮 然後建了一座大廈 中間其中一層 就起來 專門是做這個錄音室 所以在那個大廈外面 去看它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窗 因為 建的時候 很珍貴 這件事 建那座大廈的時候 已經預料了這個位置 是做錄音室而建的 即是不是 隨便找一個工廠大廈 是建了的 然後裏面找其中一個單位 來做錄音室 不是 是建之前 已經想來做錄音室 所以間隔 即是它沒有窗的設計 樓底 5.5米非常高的樓底 等等這些 其實都是針對這個錄音室而做的 而在大廈建好之後 設計 裏面的Studio 應該怎樣建 這些板子怎樣建 就是由美國著名的聲學家 Mr. Tom Hiley 而設計 當時這個Studio的名字 就叫做 CBS Sony Recording Studio 即是後來 因為股權逆手 趙先生在Sony手上 又買回股份 後來才改名做Avon 輾轉地中間又面臨一些 關閉的危機 最後就現在去到張景軒先生的手上 而張景軒先生為什麼要接手這個Studio 又好像他幫這本書寫的序一樣 美麗的留下來傳下去 當然他覺得Avon 對於他或者對於香港的粵語流行曲樂壇 有非常多的美好回憶在裡面 所以不忍心它是關閉的 或者是斷了這個傳承 所以張景軒先生就接手了 裡面很多很多的故事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的話 不妨見到這本書 可以揭揭一下 又或者帶它回家 不是很貴的 138元裡面很多很多的美照 順便勉懷一下最美麗的香港 之後再給我看看 err 再給我一堆 你應該會讓我一堆 再給我一堆 然後再給我一堆